近来国内掀起护照本缺货的问题 搞得人心惶惶 民众漏夜留宿 守在移民局门外 只为了办一本护照 尽管移民局总监日前强调 护照的供应不受影响 向民众大派电信丸 但移民局的保证 似乎还不足以安抚民心 本台记者今早前往雪州 格拉纳在野的移民局视察时 发现民众一早已经守在门外 排成了长长的队形 甚至还有民众 从昨天晚上11点就开始来排队 如果不告诉你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可能会误以为是百货商场 在进行大促销 才会形成这样长长的人龙 但其实这是雪兰儿 格拉纳在野移民局门外 今早的情景 一般上办理一本护照的手续 大概需要花上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如果要领取移民局官员 限量发出的号码牌 那你可能必须像我身旁这群民众一样 天还没亮就得出门 一大早到移民局门口排队 虽然移民局总监日前大派定性丸 强调当局将会确保护照供应不受影响 但说好的不缺货却还是存货有限 由于护照的来货量每天都不固定 因此格拉纳在野移民局目前只能采取限量发号码的方式 确保不会陷入护照本完全断货的情况 为了事例办上一本护照 一些民众竟然从昨晚11点开始就守在门外 有的民众更是前后跑了五趟 才成功办成护照 这个是我第五次的 7点早上 第二个也是负货了 然后第三个是6点早上也负货了 然后昨天在这里4点早上 到门口时候他才发出50张也负货了 所以今天早上3点早上到这里 拿了这个牌 107 格拉纳在野移民局在早上大约8点半 将限定的250个号码全数发完 一些拿不到号码的民众唯有打到回复 让民众忍不住愿生再到 今天早上6点多来 然后他们讲他们有一些昨天1点2点就来了 然后刚才那个gat叫我们明天3点4点来 就觉得有点 虚伤 好像我们今天排了这样久 他可以给我们接下来排队的人明天的号码 你给人家一个订阅明天后天 好像有的人听说早上昨晚11点来了 现场已有民众就算拿不到号码 但因为急需办妥护照出国 只好留下来碰碰运气 因为9月10月我去外国 所以我必须新护照 虽然我没有任何号码 但我还是要等待 看看有机会还是不 民众都希望移民局可以改善发放国际护照的机制和程序 让他们可以摆脱漏夜排队办护照的梦魇 但如果真的不想因为办不到护照打乱出国行程 那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 事先规划好办理护照的时间才是上策 NTV7刘湘林采访我到